欢迎小儿科医师在这个地方 里面的同仁和市长来 大县卫生 大县卫生 市长公司 你们辛苦了 谢谢你们 台北市长柯文哲再度到中正纪念堂车来速筛检站视察 并且未劳工作人员 陪同视察的台北荣总副院长李伟强表示 19号共替1871人PCR 阳性率高达94% 总共约八成的民众有领药需求 但车来速筛检站专攻无抗病毒药需求者看诊 如果这个需求还是要到防疫级门诊 才可开立抗病毒药物 要开那个抗病毒药物 要先检查 是不是大概65岁 要有适应症 禁忌症 药物交互作用 所以怕会卡住 所以我们现在现阶段是 车来速是不提供抗病毒药物 就是说给这些65岁以下的 65岁以上的就去医院 急诊外面的防疫急门诊 这样效率会比较高 所以这种轻重分流 但是我们再研究看看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示范说 是不是在预约的时候 就开始填解病例了 你把你在吃什么药进去 不知道要试试看才知道 不过现阶段是这样 我们三个作业量最大的车来速 我们是希望说在现阶段 给65岁以下来处理 那65岁以上的 你就去医院的防疫急门诊 不然就是视讯解决掉 视讯又分医院跟诊所 被公布每个行政区里面 有哪几个诊所 还有电话号码 还有打电话去 看怎么跟医生 透过LINE开始视讯 不然就是医院直接视讯 诊了 所以大概分这几个方法 三天前台北荣誉总医院 开始在中正经厂设置这个急门诊 那第一天就採检了超过1600人次 昨天将近1900人次 而且我们的报告 大概一天之内 都已经提供给我们所来採检的民众 所以大家反应的蛮好 那这边的阳性率高达94% 所以这个快塞阳性的民众 确诊的比例非常高 也有80%的民众是有来拿药 所以我想这东西 达到了当初设立基本诊途地 那事实上从去年开始 去年第二波疫情的时候 那蔡总统以及我们的行政院苏院长 也多次指示台北荣誉总院 以及我们整个辅导会的荣誉医疗体系 要全力投入各种防疫工作 所以我们三家荣总 12家分院 以及我们合作的医院 全力投入全省各地的防疫 而空问者也跟上时事 带着点心和即将绝版的弹塔 为劳现场医护人员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OK